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集結到的捐款 其實就好像一個齒輪一樣 它是背後用財政去推動浸會大學的發展 我們發覺越來越多的朋友 是認同我們的全人教育的理念 其實每一個捐款人都有它背後的理念 但其實大部份是認為他們在投資未來 因為浸會大學將來訓練出來的社會精英 其實是可以幫社會做很多事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自2009年成立以來 以籌得超過港幣11億元的捐獻 和配對補助金 這些額外資源 促成多項暫新的教研項目 例如透過多個講座教授席 以及結出客座教授計劃 由世界頂尖的學者激發學生創意 及帶領研究 另一方面 校園國際化 也是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重點支持的範疇 普立資新聞獎得主工作坊 國際作家工作坊等計劃 將世界各地最新學術 文化或業界資訊帶進校園 同時 學生亦通過不同海外交流活動 領袖訓練 及服務研習 豐富學習體驗 另外 2014至2015年的財政年度 浸大收到大約4000萬港元的捐款 支持過千項獎助學金 合共有1500名學生受惠 禍夫慈善基金 是其中一間支持成立領袖獎學金 以及推動多項學生活動的機構 我自己對浸會大學的理念很支持 他們很重視市場發展 學生的品德、教育是很重要 加上最重要的是 我和浸會大學很多的同事朋友 大家都很合拍 大家都很有心 所以大家有心而合在一起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感恩 研究方面 基金成立以來 善用得來的捐款 成就了多項重要的研究項目 鎔固現有學術上的優勢 逆速成得破性的研究成果 例如 成立創意研究院 中藥藥校組份知識產權保護戰略研究計畫 岑瑤寬、岑碧傳紀念癌症驗證研究中心 高志明抗例柏金信證研究中心等 還有推動人民學科的研究 包括成立搖中兒科學院 以及孫兆文抗例人民中國研究所 現在所有年輕人的知識技能都有 但往往在市民研究下班 成立搖中原國學院 和人民研究所 我們是通過復興國學 加強培育下一隊人民的學養 把鎮會大學打造成一個 國學、項學研究的平台 浸大在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能之外 也重視學生在思維、文化、社交 和體育方面的培育 配合334學制的推行 浸大展開了校園總體發展規劃 確建以及優化校園環境 在基金的支持下 為校園增添了不少新的教學 及康體設施 例如 興建賽馬會影視製作間 學習共享空間 增塵色餘會堂 留佐德抗例多用途會堂 國中補婚女士康體文魚中心等 亦裝置了一幅馬賽克壁畫 增添校園文藝氣色 我希望有一些漂亮的藝術品 在大學裏面 人家經過看到的話 令到他自己的胸襟、思維 都更加廣闊 我們選擇這個浸大學的捐資 絕對是因為它是一個基督教的大學 我們亦相信浸大學生 將來的品格都會更加樂於服務社會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亦都支持大學多項服務社會的計劃 例如 綠色推廣活動及中醫藥服務 其中 低收入長者醫療費用資助計劃 資助貧病的長者接受中醫診治 香港是一個負面的社會 環境很豐富 但在每個地方有些人在需要 所以我認為 那些人在需要需要 需要幫助 如果可以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做 一些社會的價值 在某種程度上 要在某種程度上 要在某種程度上 所得到的社會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董事局 以及客下的企業家委員會 和校友委員會 知力凝聚各家人士 擴闊大學的社會網絡 基金以定下目標 每年至少籌操港幣1億元 推動浸大各領域的發展 如果要再進一步提升教研 必須要有更多的資助 譬如我們是有些工程想做 其實銀碼是相當大的 大學要有不斷的捐獻 才可以支持到我們想做的項目 就是宿舍 中醫的教學醫院 2016年 在香港浸會大學創校60周年 大學驗證高速發展 始至成為亞洲區內 最優秀的博雅教育學府 以研究為主導 國際化為目標 我覺得香港會成為 亞洲一個高等教育的書樓 而我希望香港的浸會大學 都會成為這個教育書樓的重要一份子 我希望我們大學不如生 有國際視野 有國際經驗 有創新的思維 有社會的責任 成為世界上一個有用的公民 推動社會的發展 我很衷心代表大學的學生 大學的教職員 多謝各位社會上支持我們 在一起 一切兩次的教育 成為國際教育 成為國際教育 成為國際化 成為國際教育 成為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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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